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天8号参加那一边有一个大学的教育基金会开幕典礼 那么9号在悉尼有一场讲演 还有那边一些记者们来访问 10号我回到图文坝 在那边住五天 15号我到香港 那么16号我们就开始在凤凰电视台 录一套了凡私讯 他给我20个小时 这一次完成 那么我希望能够在5月1号回来 5月3号 我们天主教还有一场玫瑰金的讲演 所以这次出去的时间比较长 希望同学们 不仅是在这段时间当中 要认真努力 要抓紧时间 中国古得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南迈寸光阴 一个人能够珍惜光阴 无论是事发复发 肯定他有成就 如果是浪费了光阴 那就错了 刚才香港同学给我打个电话 问我 廖凡私讯落完了之后 是不是有机会到大陆上去旅游 我说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落完之后 回到香港将军 照常将军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不是为旅游而来的 我们来到世间 不是为明文立扬而来的 我们是为修行弘法而来的 修行弘法 就是我们的命根 我们所有的时间 一定要投注在这里 决定不可以浪费 那么 那么各位同学 你们在此地 这一段的这个机缘 西游南风 你们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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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 这几天我没有过去看 有同修了告诉我 非常冷清 没有人走动 跟过去 跟过去 那个兴旺的气氛 相差太大了 这是个强烈的对比 显示出什么呢 道场 一定要天天讲经 一定要天天念佛 就兴旺啊 你们都要记住 道场兴旺是这么兴旺的 三年之前 我们没有到居士林 居士林就跟现在一样 没什么人去 我们住到这个地方来之后 天天在居士林讲经 然后见念佛堂的时候 这个这个 供接大家 24小时不间断念佛 醒往起来了 不但是东南亚第一道场 可能是全世界第一道场 我们提供免费的这个餐饮 24小时不中断的供应 每一天吃饭的时候 就一千多人 星期假日三四千人 那个兴旺的气氛 这个气氛令人羡慕 那么现在呢 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 这就是告诉我 明显地告诉我们 道场一定要红法 讲经 是接门 念佛是行门 接行相隐 讲经是学风 念佛是道风 你这个道场 你有独特的学风 道风 祝福 互念 龙天善善荣 你看我们讲经 讲堂 念佛堂 许许多多同修 常常来跟我讲 有不可思议的感应 不是我们的能力 是大众 有不可思议的 有不可思议的 优优优独特的